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西元1912年是任子年 那麼西元2045年是什麼年? 他的天干地之紀年為何? 天干的話 有甲乙丙丁物己更新人歸 有多少?1234567894 這個有10個 天干有10個 那地之呢? 直、仇、岩、毛 12345678941112 這個他有12個 所以的話 他的那個共同週期 最小公倍數多少? 這個是天干跟地之 他的最小公倍數 是等多少? 12 這應該是60 10跟12 225得12 62 這30 這60 也就是說 60年的話 他又回到同一位置 比如說一開始是甲子 比如說一開始是甲子 那經過60年以後 又碰到甲子 好 現在他說一開始 1912年 他是任職 任職 人職 這是1912年 好 那麼他們說到2045年的話 天干地之年是哪一年? 那我們看1912到2045經過幾年? 2045 減掉多少? 減掉1912 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3 133年 那這個經過60年以後的話 還是回到任職 那經過120年還是回到任職 我就減掉120 3 13年 好 那這13年的話 從任開始 經過13年的話 這個 就多少? 經過10年又回來了 3 1 2 3 就是 就是那個 遺養 遺養 就是說 從任職年的話 1912年到 2045年的話 他的天干年是遺 那那個呢 地之年是多少? 地之年的話 13 從子開始算嘛 然後這個有12 再減掉12 再減掉12 回到原來的位置 再加1 就13 就醜了 地之年是醜 天干年是遺 地之年是醜 所以這一年的話 是遺醜 這一點是遺醜 所以答案是遺醜 有12 有12 你可遺醜 有12 有12